云南沧桑的山脚下 有一座依山伴水的白族村落 云南以外鲜有人知 有文人称它为真正的世外桃源 但是在今天 数百户白族人家陆续迁走 这是一个即将荒芜人烟的村落 也是一个进入倒计时的世外桃源 消失之前 我决定去村子里看一看 你好,我是阿树 这是阿树旅拍100个乡村的第15个乡村 大理西湖村 都被淹了 都被淹了 所以这个村子要搬到外面去了 地级下沉了 地级下沉 所以就有积水 所以 因为这个土质比较松软 它这个地级就下沉 西湖村的这位大哥 在家里的闲置房间 置办了两张床 接待稀稀落落的游客 就几十米的距离 他还专门开车过来接我 倍感不可思议 高原湖泊上的鱼 对,高原湖泊上的鱼 它不大 它长不大 高原湖泊上的鱼 马上都能如果今天下雨 没有这大的月就很好 第二天一早 客厂老板知道我要出去溜达 递给我一双拖鞋 让我穿着 我好一会儿才反应过来 这么美丽的一个湖光山色的一个村子 为什么要举村迁走 看看这里就知道了 收到西湖村 我在搜索资料时 看到一位作家这样描述它 大约云南以外 没谁知道这世外桃源 如果有世外桃源 我认为此住便是 我先简单介绍下 大理尔原县西湖村 它有六个村子组成 分别是江家灯 清水塘 东灯 中灯 南灯 海滩 六个村子 过去每个村 就是一个四周黄水的小岛 也就是说西湖湖心 过去有六个独立的小岛 后来有个别的岛 修了连通公路的桥 才不必划船 也能走到村子里来 早上这个太阳好红啊 我穿了拖鞋的 拖鞋 你说你度过水 说是他感冒 还会感冒吗 哇好冷啊 这个水 好冷啊 别损死了 抓虾 抓虾哈 看你抓到了 小龙虾哈 我现在所在的是东灯村 想要去南灯村看一看 走路呢 要绕一大圈 挺远 村里这位大姐 说可以划床送我过去 这位小龙虾哈 这么好吃 我说你可以自己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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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离大理尔海40公里的西湖村 现在成了一个国家3A级景区 也称尔园西湖国家湿地公园 它位于沧山十九峰之一的云浓峰北路的右锁镇境内 地处大理尔海的源头 为大理尔海重要的水源之一 属郎沧江水系 它的湖面面积为5.5平方公里 是高原断线湖泊 平均水深1.8米 最深处达12米 阿姐像你几岁开始划船呢 我十多岁就可以可以划船了 像这里的就是一直是这么多的水吗 没有这几天多了 这几天它炸起了 下雨哈 下雨它炸起 就七八月份它就是炸起了 那你们担心房子被淹吗 马子啊 嗯 你去叫漏车漏车就是坐补车了 他们摆车客了 摆车客那边了 这里住补车了漏车是住补车了 家头有水了 那你们村需要搬出去吗 我没搬出去啊 准备搬了 嗯 准备搬了 嗯 搬到哪里呢 前面 前面那个垂 前面就是那个我们铁哈 铁哈我们西湖是有路过垂车啊 他们说是这几年就一手搬外掉 这几年要搬完 嗯 最初就十年就搬外掉了 嗯 是政府要求搬的还是你们自愿搬的 他们政府搬 他地界他念也就是业主啊 他住补车了 嗯 嗯 这个孩子是路边有害 全边就有害 这个这个垂直就是住了孩子 这边全部就是黑了 以前阿姆 鲁鲁鲁鲁鲁鲁就住在这里了 我们西湖就是 好几代了 就是祖祖贝贝就住在这边了 他一刻塞下 乔下来吓得好巧了 他回去吓得好 你会平时就是划床 在一些游客欣赏这个西湖吗 有 有哈 在这个青城 在这个行州 在这个湖里面 感觉特别美 西湖村位于大理尔海 北边约40公里处 也处于迷居河 永安江 罗石江 山江并流区域 据说在唐宋时 西湖村水患严重 村里有两兄弟 娟田 带众人开挖了一条河道 叫罗石江 直通尔海 西湖因此成了尔海之源 如果从航拍看 西湖村演员一副天然画卷 村内有湖 湖内有村 灌虫 农田 湖冰 沼泽 湖泊 岛屿 村庄 错落有致地交融在一起 颇有些诗情画意 在西湖村 我能看到 大部分民居 是传统的白族民居建筑 即三房 一兆壁 或者四合五天井 白墙青瓦 飞檐翘角 我们家里可以坐 可以坐 可以车 那以后这个水多了 怎么办呢 即是化碗 也行 像西湖行政村的话呢 它有六个下属的这个村子 然后呢 有一个村子 可能就是这种地基下限的 比较厉害 然后呢 村民呢 都牵出去了 你看这些房子 六个村子中 每个村子的下限程度不同 越挨进湖中心的 下限的越深 下限的深的村子 家家户户都搬走了 下限的浅的 则还有部分村民居住 有人告诉我 西湖村地基下 是疏松的软泥 所以才老是下限 而另外有资料显示 那软泥 其实是一种泥炭沼泽 这泥炭 当地俗称海煤 水下两米就有 平均厚度四米 最深超过十五米 储量呢 有几百万吨 过去 当地人财心不足的年代 村民则开挖此泥炭 晒干了当柴火用 这个村子的话 非常的安静 不仅没有游客 连本地人都很少见 唯一有游客的地方 就是在码头 游客服务中心那边 但是在村子的深处 是非常的安静的 这又是一个废弃的房子 这又是一个废弃的房子 可以看一下 凋梁画洞的 非常美丽的精致的 用心装饰的一个房子 如果不是万不得已 不会牵走的 作用如此美丽的湖光三色 十六 千秋事业 原非易 忘带根基 有本 什么来的 很复古的那种 但是又很有感觉的一个 装饰画 不仅是防止废弃了 就连这些石榴 因为没有人栽 它也自己腐烂了 我要去远飞 这是个机会 没有理由 不让我陶醉 我要成成火 吹向那天空 没有理由 不让我体会 隐藏不住的快乐 隐藏不住的快乐 把你我给包围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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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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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现在回老家看一看 这位大姐告诉我 她家在西湖六个村之一的中登村 是目前村民搬迁离开最多的村子 为什么你们村搬的比较多呢 我们吹的顶鸡多软多一点 顶鸡软 下面它下层 它能落下去 那现在鞋子已经切掉了 吉普萨都要背了 那鬼又这才有不约虚 阿姐说哈 这里呢以前是水泥地的 因为地基下沉了以后呢 就开始填那些虾子上去 但是因为这个现在村民搬出去了以后呢 虾子也懒得去填了 啊 在村里我看到不少的村民在打捞海藻 疑问说是用来种菜的 大概是当菜地的有机肥 有人告诉我在村口 还有一座日处理三万立方的沼水分离机 日夜工作净化水源 保护西湖 某种程度上就是保护大理的保障 在西湖村的游客服务中心 购买生态木床票可以泛舟湖上 全票是40块钱 半票20块钱 如果我没记错 划床时间是30分钟左右 景区的床夫 能够带你近距离深入西湖 或闪荷花 或蜜飞鸟 在景区门口 也看到了村民揽客差不多的价钱 村民说可以划床 在你更远的路程 更长的游玩时间 还知道哪个芦苇蛋 有什么珍惜的鸟类 性价比更高 然后我问了一下 他们村民觉得 你这里的景区的承包商是外面来的 而这个湖泊是村民自己家的 所以说他有权利在这个湖泊里面去 揽客也好 泛州也好 静止再客 西湖村可以说是 滇西香格里拉旅游线上 值得一游的地方 因为它处在大理 丽江 狄庆 怒江之间 除了群山蝶翠的高原水乡风光 它还是唐六照 邓党照遗址 有文化底蕴 还有浓郁多彩的白族风情习俗 比如我就在西湖边上的庙宇 遇见了一场白族庙会 庙会是什么意思呢 庙会是我们这边农村的习俗 就是每达七元饭 我们这个是印尼的七元饭 我们老妈妈就是说我们老妈妈拖头的时候 就是说七元 就是那个迷信以来说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要打罚印尖的兵马 去世印尖的兵马 要归西发去了 出今天以后就要叫他们归西发去了 不要在我们人世间打扰我们 叫他们归他们另一个世界去 哦 哈哈哈哈 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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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阿姐啊 他回来我来打罚了 嘿嘿嘿 来吧 好 要给我买茶 ですね 对不起 咤嗦 吃 Michele 您先咋着 原本还没有 留个礼物 《我们试节》 《我们试节》 《我试节》 太厉害了 包包呀 给倒 包包 满手倒 漂亮不漂亮? 漂亮 漂亮? 好 谢谢 这才是 Ice on 什么是 British卖 ra&rme 莫为 being 我拖娃 拖娃 她拖娃 大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才阿姐邀请我跟他们一起吃饭 我说我要走了 然后阿姐就说了一声一路平安 就我听着这一声非常复古的 很久没有听到的这种祝福 就感觉真的好淳朴的这个人们 西湖全村面积为7105公斤 其中湿地面积就占5211亩 占其总面积的73.3% 所以有人把西湖称为是儿海的圣 我走在西湖呢 能看到鸭群自由地遨游在湖水中 也能看到丰富的鸟类掠过田野 像我们熟知的昆明的巅湖 是西伯利亚候鸟过冬的栖息地 其实西湖村呢 也是很多越冬鸟类重要的家园 在西湖投放了32500公斤鱼种 以达到鱼鱼空找的一个目的 像这个湖边呢 有一些这种灌木重生的一些小路 它可以从一个村子 要到另外一个村子 从这个示意图呢 能看出 昨天我们去了这个磁壁湖呢 它是儿海的这个源头嘛 所以呢 而西湖呢 是处在儿海跟这个磁壁湖之间的 一个湿地跟湖泊的一个组合 磁壁湖是儿园县东北部的一个高原湖泊 它是西湖上游的湖泊 所以可以理解为 它是儿海源头的源头 在阿树看来 磁壁湖足以媲美如孤湖 我把这部分内容放在视频后面 在西湖村里闲逛 比较少呢能看到村民 所以当我在村口的湖边 看到不少白族妇女 在床上洗菜 就过去看了一看 阿姐 现在这个卖到钱一斤的 这个雨鞋 这个雨鞋子 我叫了雨时 雨时 手回地就老手回地 妈妈你过来 你过来 这个姿势又说了 哈哈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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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不在 像刚才村民那个洗好的葱花 他卖给这个采购商 然后采购商会拿到琵琶市场去卖 像他卖给采购商的价格是3块钱一斤 然后6块钱一公斤 沙漠 写手 画廓 和黄石 毛巾 我在飞航拍的时候 不时能想到那位作家的一句话 如果有世外桃源 西湖村便是 但是如果我以地面视角 去探访这个美丽村子的话 看到的却多是废弃的房子 虽然在过去 它们凋梁画洞 泥树彩绘 在云弄风的湖光山社里 显得多么的岁月静好 如今却是人去楼空 荒草重生 令我十分赶快唏嘘 书本 鞋子 吹风筒 鞋子 咑 Child 因为这几天 Priv 雨水多 這個碼頭被淹了 我身後的這個湖泊叫池壁湖 它是大里兒海的這個源頭 因此我所在的這個縣城就叫兒園縣 顧名思義就是兒海的源頭的這個意思 我要去遠飛 這是個機會 零有理由不讓我頭醉 零有長長風 衝向那天空 為你理由不讓我體貴 你藏不住的快樂 把你我給包圍 啊 啊 欸 啊 啊 欸 水水的浪漫 山水的暴律 你來救我一時風沸 雲池的我條 天空的我條 天空的我條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